战场之上,狙击手是幽灵的化身,他们神出鬼没,行踪不定,他们的每一次出手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瞄准,而且都是弹无虚发,所以他们绝对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兵种,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。 今天就来为大家介绍五位传奇狙击手,其中还有一位中国人,西蒙海耶是一名芬兰士兵,在苏芬战争中,开始西蒙正式开始了他的传奇一生,但是正处于冬季,环境温度低至零下50度,西蒙身穿白色迷彩装,在战争中被确认击毙的苏军共有542人。 瓦西里扎伊采夫是苏联人,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,扎伊采夫神勇异常,他一共击毙了225名德国士兵,到苏联为国战争结束时,扎伊采夫总共打死了400多名德寇,其中竟然包括德国王牌狙击手科宁斯。 蒂亚斯海森诺尔是德国人,是德军的王牌狙击手,他甚至击杀了马蒂亚斯海森诺尔,他的记录为345次猎杀。 他曾经表示,衡量一个狙击手的成功之处,在于他能对敌人造成如何的影响。 科宁斯是德军最著名的狙击手之王,但是很不幸他被苏联狙击手扎伊采夫击杀了,科宁斯本人也是波林狙击学校的校长,经他支手培养的狙击手不计其数。 张陶芳是一名中国人,张陶芳参加了抗美援招战争,张陶芳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,以436发子弹,必伤214个敌人,这是中国狙击手的最好成绩了。 面对这份榜单,大家可能对于中国的张陶芳有所质疑,认为从数量和影响来说,张陶芳无疑是不突出的,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乃至亚洲地区,都没有传奇的狙击手,所以大家惯性思维就认为没有奇才,要知道张陶芳所用的步枪,是没有光学瞄准仪器的,所以说张陶芳上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